詞曲 李宗盛 各位法師 各位基金會的信託人 各位現場的朋友 還有我們線上的朋友 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今晚 由陳廷華基金會主辦的 《廷華詩與講座 由錢入心》 陳廷華基金會成立已經超過50年 我們的願景是希望可以推動慈悲為本的價值 一起建立一個慈悲的社會 要將這個願景落實地執行 我們很相信是需要用行動去實踐慈悲 也正正在基金會經常提起的慈之以行 慈是慈悲的慈 行是行動的行 其實過去基金會已經舉辦過很多 和今晚類似的一些講座 來到今晚已經是第七場的講座 基金會很希望透過這類型的講座 可以邀請很多不同界別的朋友 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他們一些人生的智慧 亦都可以讓參加者得到一些心靈的啟發 亦都可以藉著這些機會 可以讓一些慈悲的種子 藉入在各位參加者的內心 期待日後可以在社區裡 看到很多一些慈悲的果實 其實今天參加的朋友非常之踴躍 我看到現場有很多朋友 當然有我們基金會的信託人 有很多學人 我也知道無論線上線下 都有很多來自學校的代表 有很多學生 老師 甚至校長 也有很多不同工作崗位的朋友 來到今晚這個聚會 在這裏很感謝大家抽空出席今晚這個活動 其實今晚這個活動 會以一個對談的形式去進行 我們很榮幸可以請到 兩位在財經界非常之是領袖級的人馬 來到為我們作為一個嘉賓講者 分享他們一些人生的投資經驗和智慧 另外也有一位社會的新鮮人 就和我們一起出席 他會是對談環節的一個嘉賓主持 一會兒一起看看三位會有甚麼火花刷出來 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紹我們三位的嘉賓 第一位的嘉賓是馮孝忠先生 馮生現時是行跡少業地產首席財務總監 也是我們陳廷華基金會的信託人 馮生從事財經界已經超過40年的經驗 他也曾經在匯豐、恆生、銀行等等 多個金融機構任職高層 現時也出任多個公職 包括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 以及香港大學校董會委員等等 另一位的嘉賓就是梁兆基先生 梁先生是香港總商會總裁 有接近40年的財經界經驗 曾經出任匯豐銀行副主席 兼行政總裁顧問和多個不同的公職 包括香港銀行工會前處理主席 梁先生也是積極地參與情緒輔導的工作很多年 更加將他在這麼多年來 一些關於人生困頓和編執的看法 集結成一本書叫做《余見習我如是觀》 非常欣賞的一本書 剛才提到每一位新鮮人 成為今晚我們的嘉賓主持 他就是鄭志偷先生Chester Chester除了是陳廷華基金會的學人之外 他亦是carbon wallet的聯合創辦人 Chester在中文大學主修工商管理 畢業之後加入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成為建設管理人員 在兩年前透過港鐵內部創立了 創新社會企業carbon wallet 透過一站式的減碳掌賞平台 積極地推動環保 多謝三位嘉賓 在對談之後 我們都會有一個簡單的問答環節 現場的朋友你們可以歡迎舉手提問 而視線上的朋友 亦都可以透過聊天室 將你們的問題寫在上面 我們會有專人代理地去發文 正式開始對談之前 我想邀請主辦機構陳廷華基金會的 信託人及策略總裁 張天樂小姐為我們支持 有請Karen 謝謝 我们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Karen 今晚很高兴可以见到大家 刚才和很多伙伴都可以亲身打到招呼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今晚大家很有善姻缘 可以听到两位讲者 和大家分享人生的智慧 他们月历丰富在财经界打拼了多年 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和两位的渊源 冯客忠先生当然是我们陈提华基金会的信托人 一直大力支持我们的慈善工作 特别是在推广佛学价值方面 是给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我们 而梁小基先生 是我一直参加的佛学会和学会的师兄 所以我是很有幸是整天都听到他的大智慧 我很开心两位答应了做今晚的讲者 令到我们可以有这么好的缘分 可以是聚首一堂 两位的讲者都是财经界的领袖 同时也都很注重心灵情绪的健康 又对佛学很有研究 我实在是很有兴趣听到他们 讲今又讲心的经历 冯先生和梁先生我就不再多介绍了 反而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持是 Chester 郑志涛先生 Chester 是我们陈廷华基金会 在基金会奖学金计划的第一届学人 当年他申请的时候是大学生 现在他已经不转业 踏入社会工作的新鲜人 让我在这里卖一些广告 奖学金可以说是我们 基金会里面历史最悠久的计划之一 在计划正式成立之前 我公公陈廷华博士 其实已经在很多年前 开始资助南风有经济需要的同工 人类的学费 令到他们可以继续进修 我最开心的是 现在我们已经有百多位 成功参加这个奖学金计划的年轻人 先用大学和社会提供的各种机会 提升自己的能力 然后一个一个地投身即场 继续在自己的崗位 以想到自己 想到对方的一种慈悲心 去推动社会的发展 以行动去实践基金会一直推送的 慈悲为本价值 所以如果在你们身边有一些 值得培养的年轻人 请你们叫他们报 香港陈廷华基金会的奖学金计划 今晚这两位港姐 今晚这两位港姐 正正就是和我们这群年轻人 经历过同一个人生阶段的前辈 我相信我们可以从他的生活 和故事里面得到很多的啟发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学习 即使身处在充满竞争 和很多物欲的花花世界里面 都依然可以得到心灵的健康和腐足 最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对自己 对他人都有一份慈悲的情操 多谢Andrew 多谢George Chester 基金会今天所有的同事 帮忙做Live Streaming 和香港艺术中心的团队 多谢你们令到我们今晚的活动 可以顺利举行 多谢 谢谢Karen 究竟如何由钱入心呢 事不宜迟 我们请三位嘉宾来到台前 和我们一起开始这个对谈的环节 时间也交给Chester了 谢谢 谢谢 我是今次讲座的朋友 我是今次讲座的嘉宾主持Chester 今天很荣幸可以藉着这个机会 以一个社会新鲜人的身份 一个后辈的身份 向两位中环财经界、金融界 多年的领袖去请教 希望可以和两位前辈取下经 今天的主题是由钱入心 那两位嘉宾就应该未必会和大家 分享在任何在近日经济 金融市场的一些投资心得 但是关于投资在我们自己的身心 其实我觉得更加重要 那怎样去应对职场的挑战 和人生的一些无常 我想梁先生和冯先生 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处世 知道可以人生的智慧和我们分享 而我们做一些资料搜集 发现其实两位在2013年的时候 已经同台去做一个心灵讲座的分享 那事隔了十年 那两位就再到同台 那十年后再聚 两位在金融的业界应该月历更加多 那想知道两位比较 金融市场和人生 你觉得两者有些什么是相似 或者是一些截然不同的地方 那可能我将时间交给冯先生 其实2013呢 三个人同台 另外一位同台的也在 就是显空法师 来的 还有那一次 结果是不负众望的 是显空法师给了一个股票的数码 当年来听的人 是不是George 我的记忆都可以 今天有没有数码 那都是看空师 当年给数码的那个是空师 我觉得做金融就是最接近佛法的了 因为金融和佛法一样是最无常的 就是金融就是最三间穷 就是刚刚出完年底出过好一点的本额 可能到一二月炒焦了 就老闆已经给大信封你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做金融 就是因为我很小时候 我已经是佛教徒了 所以我就会感觉到金融 其实是和体验这个人生的模式 是非常之接近的 我觉得就 是的 那你赚好人工与炒油那些机会是均等 可以随时一两个月一起存在的 那你就要适应这种人生 如果你选择做iBanker 那你就要选择这种人生 那梁小姬就好一点的 梁小姬都是做金融 不过他人工高 又是fix income 就是比较稳定的 又没有炒油风险的 因為智慧高鐵 是的 我一向都經常用後嘴的工作 是呀 後不了 我覺得你人生就是很不預計的 生死都是呼吸之間 財經也是一樣很不預計的 以為升的又會跌 以為跌的又會升 所以都是對我一個可以看 一些佛法是可以活用 還有許冠傑說輸了不用生氣 都預算了 因為我懂得佛法 在這方面我覺得是 控制這邊的金融的無償 或者有時老闆對我很好 有時老闆對我黑黑臉 我會容易調控自己的情緒 變幻莫測 人生和金融市場很相似 梁先生剛才說到 就是在固定投資 固定投資的方面 是否真的這麼固定 世上哪有這麼蠢蠢的工 你聽Andre說 其實短短10年 時間過得很快 但剛才Andre說得很對 在金融市場裡 跟人生過往一段時間都沒有什麼改變 改變來說 譬如很多產品進步了 我們人生之外老了10年 就是這樣 但本質是沒有轉的 金融市場很簡單 金融市場是波動不定的 沒有波動就不是金融市場 只要這麼說 永遠都是上上落落 被贏贏贏贏的話 今天賺贏贏不是代表明天不贏 明天輸贏了 未必你回不了身 當然你輸了本金就沒辦法 所以你投資贏了 你不用太開心 你慢慢埋伏算賣 你會發覺還是輸贏 所以金融市場這方面來講 就波動不定是他的本的 基本上是一個本質 人生方面來說 其實都很相似 就是禍福不定 你今天嚇笑 想著享受福樂 下一秒可能又有大獲臨頭也不頂 即使今天可能遇到很不開心 或者很悲慘的事情 可能代表明天也有福樂的事情出現 所以我們在金融市場裏面做的 基本上印證人生方面來說 那個本質都是一樣 問題就是一個是贏輸 一個可能是悲喜禍福 但是最重要 我們過了這麼多年的人生 現在才發覺一件事 其實最重要是認清這個本質 因為如果你不認清這個本質 有一個問題就是輸了不知為何會輸 在金融市場裏面 就是贏了也不知為何會贏 贏了以為你自己很懂事 其實你是不懂事的 只是因為整個浪上去 你又跟著上去 等於北菲達說 到了朝退的時候 你才知道誰沒有著負 就是一樣 就是輸了也不知為何 人生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覺得 我不敢說我是專家 禍福其實是不定的 你今天可能遇到很不開心 或者很悲慘的事 可能不代表明天是以後的一個 所謂福報的總子 我經常有人在小時候讀書 我經常被人恥笑我 就是留級的 我還留了兩年 林班林了兩年 所以在同輩 我們就變成了認識多 兩屆不同的朋友 反而就是因為我林班林了幾屆 所以人脈反而就更好了 我經常跟我父母說 你這個臭小子 經常留班 你別人就升班 我又跟我媽媽說 我現在不行 我打好的基礎 我以後可能更厲害 那又真的 如果不是打好的基礎 就不能進入大學 我有很多同學考得好 我升了一班 他都游到大學 所以你要看你怎麼看這件事 還有你要認清楚 這是一個本質 變成你就不會那麼熟 同樣就是說 我們在金融市場打拼了這麼久 我們很明白輸贏這個問題 我想Andre真是熟得不得了 今天那個盤賺到銷起 明天可能輸到富都掉 好像說明天就收大信封 那你為什麼這麼開心 你明天可能輸了 後天不知為什麼 突然間有個市場有個失色 你都未賣一切 他的價錢又飆上來 那個波動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心很緊張 今天贏和輸 你不可能在市場很久 因為你已經神經病 進了醫院 他已經死了 我們有很多在商店裡 Andre就知道 很多人心臟病發 心臟病發 明明在按機器 你看他不動 原來已經去世了 那個壓力是相當之大 所以你不認清楚 他的本質 你很難在金融市場裡打滾 Andre就是這方面的高手 很厲害 怎樣都搖動不了他 你看到他 其實我覺得人生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不認清楚 是禍福無奸的時候 你會很苦的 就是說我今天遇到 我又被人解僱 然後又死了老爸 又什麼什麼的 你看他的語場變得很多 又吐血 你覺得你很慘 為什麼要在這個人世 但是這個是人生的本質 他下一個回合的時候 你可能有很多不得了的 你不知道 又遇到不知道什麼貴人 你進去廣大 又讀到佛學 又遇到公司 心靈又平靜了 原來又是福報 這個是你不知道的 所以你要認清楚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變成你在苦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苦 當你很開心 以為自己發達 站在人生的巔峰的時候 你又不會過分興奮 因為你知道 世事是無常的 明天可能也會沒有了 沒有了你也不會那麼傷心 所以我覺得這個意識 反而是最重要的 你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所以我剛才所說的 你不要進入金融市場 我免得你心痛 真的 你又會沒有了朋友 沒有了家庭 因為輸了你就瘋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本質 我覺得過往 你說十年前是怎樣 十年後呢 其實都是一樣 沒有分別 你今時今日 你世界太平了 沒有 又打仗 又有飢荒 剛剛我們才搞完COVID 沒有比以前好很多 所以世界這個禍福不定 我想一直都是這樣 是你的意識 怎樣去明白這件事情 而處於一個平靜的心態 去面對這個反應 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 最近有一個挺成功的人 其實禍福都不是 那間公司倒閉都不是很害怕的 你做到那間公司 如果你最近看新聞 那樣的CV 都有人請他做行政總裁 剛剛 最近倒閉的那間銀行 美國那間銀行 你有沒有留意那個行政總裁 原來你貪心 你有這麼的貪念 那些人就很尊敬你 那個人的CV 都挺無敵的 剛剛執政總裁 他在2005年的時候 就是執政那間 那間銀行公司的夥伴 然後 他是2008年 Lehmann Brothers的 CFO 財政總監 竟然 還有人請他做CEO 其實他都很驚得起考驗 他的起跌 那些人都尊敬這些 這樣經得起考跌的人 所以他的心理質素都很高 我也覺得是 所以就是 好像George這樣說 最重要是不要提得這麼 不要提 可能他都很貪心的 不過他真的都經得起考驗 他都經得起無常 最重要是跌得低又上得回 他可能他的人生哲學 跟我們很不同 但是 我不敢說他是一個好的模特兒 但是 經歷這麼多 都還可以做CEO 剛剛沒有做 都是一個 是金融界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想兩位剛才的分享就是 以平常心應對無常 無論面對著高高跌跌的話 其實都保持著這份平常心 贏了又不需要大喜 輸了其實可能 暗暗的進投其實都會有光明 那下去下一條問題 其實在我這些社會的新鮮人 人生其實在不同的階段都會有不同的追求 而我們想問兩位在20歲 40歲 60歲 這三個時間點裡面 你們對排行可能對於金錢 事業 家庭 朋友 還有可能社經地位的一個追求的優先次序 其實這三個時間點有沒有不斷轉變的呢 或者這麼說 因為我在商務裡面都認識了不少年青人 推動了不少青年活動 所以期間都跟他們有談談過 對於他們的秩序 或者看事物是怎樣 或者綜合來說 我也有研究這一方面究竟那些調查 在各方面來說出來的結果 如果我綜合了 其實跟我自己的看法 這麼多年的生活裡面都是一樣的 我看看大家認不認同 20歲的時候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朋友 你那些豬朋友 我不是說他在心目中真的這麼重要 只是你在20歲的時候 你覺得是否重要 我覺得現在很多年青人 或者甚至我們年輕的時候都是一樣 這些都很重要 陪我們玩 想當年追女生 你沒有豬朋狗友 那你怎樣玩呢 就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在20歲 比較會看重朋友 然後才是錢 因為沒有錢也沒有得還 就是這樣 就變了排第二 對於事業沒有什麼概念 你問他真的是一塊錢 我們那時候都是一樣 出來都是一塊錢 家庭更加不用理會 爸爸媽媽就不理會他們 我們那一代 他都不用理會我們 我講我自己 是不是講你 到你40歲的時候 我覺得基本上 就反而 在我們那一代都是一樣 事業最重要 因為你會很看重 你自己的社會地位 在蓬佩之中 究竟出不出色 當然排第二又是錢 因為沒有錢 你有社會地位有什麼用 出來都沒得操作 錢都是社會地位的象徵 所以40歲 在我們那一代 很多人看重就是事業和錢 真的 然後你問60歲 我剛剛才拿了六郵卡 不是拿了幾年了 我有資格回答 我們現在 反而家庭是最重要 因為事業都過了 你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都沒辦法了 沒有都已經 都要放開 朋友都是重要的 都是有的 但是你已經有建立了 一個很大的朋友網 有朋友就有朋友 沒有朋友 你都是沒有朋友的 但是你會看重家庭 如果到這個年紀 會看重我沒有小孩 不過我有很多朋友都有 很看重自己的子女 你很酸 很開心 我有很多朋友 下廿也有孫 很看重就是 那些兄弟 以前沒有什麼交往 現在退休 或者下廿過了 又很緊張 大家吃飯 見面 反而那個社交網很重要 因為你退休 你已經沒有了 事業的朋友 因為真是 所謂的 人酒茶糧 這個很現實 你要看得放開一點 如果你看得這麼緊 以為事業的朋友 真是你真正的朋友 你一定是喝了啤酒 所以你試的朋友 到你退休 就沒有了朋友 所以你的家庭網絡 或者你真正的朋友 才是你日常會 大家社會 精神的依靠 當然排第二 又是錢 因為沒有錢 你退休真的很嚴重 所以為何有退休計劃呢 在銀行裡面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排列 排第一 有不同的東西 錢永遠都是排第二 因為每一個年稅 沒有錢都不太行 就是這樣 如果你在二十歲的時候是朋友 而你四十歲 仍然是僱著朋友 我覺得你一定是事業沒有成 如果你看到你四十歲 身邊的人 都是很僱著自己的朋友 通常事業都是一般的 如果你在四十歲的時候 很僱著事業 到六十歲的時候 都是很僱著事業的 那你都很堪 因為你沒有退休 因為退休 你的招牌也沒有了 你的網絡也沒有了 你覺得你又很悶 很 lonely 人家又不看重你 這個都是一個很可惜的 一個情況 所以每一個人生的階段 其實真的要追求不同的東西 錢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一定要由錢入心 由錢 錢是最先的 沒有錢什麼都不行 但是錢是最重要的 不是最重要的 在任何一個階段 它都是排第二 但你又不要說 我講得很清高 錢不是問題 我們又做不到 好像很多大師級 坐在那裡 自然有錢來 或者是不用理 需要生活 我們在這個軸勢裡浮沉 離不開錢 所以你怎麼管理 或者管理你的財富 都很重要 但是在人生的每個階段 其實它都不會排第一 因為始終錢 是一種外在的財富 你剛才所講 無論是朋友 其他家庭的東西 是你心中的財富 你是追求兩種的財富 但是兩種財富 是在我覺得來說 所以每個階段的轉變是不同的 但是這也是你追求的東西 事業方面 我不是講錢 而是講你對成就感的看法 這也是你希望 在心中的一種人生的經驗 這也是一個財富的問題 所以我就講解了我自己的看法 留給Andrew 你早熟過我很多 我可以二十歲到很允惡 我最緊要就是 入了大學 不用出來工作 所以我很小時候就是佛教徒 我就可能管理 我也很幸運 我覺得最幸運 就是畢業已經是做金融 金融是幾好賺的 其實其實我做金融是因為我覺得 我不討厭這份工 而他的人工真是幾吸引 我才入行的 其實認識我 我都知道我是讀英國文學家翻譯的 我根本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不過 我做了一份書期工 我就覺得 嘩!那些人這麼高一工 那我畢業就做了這件事 不過後來其實讀什麼都不知道 到我九零年代的時候 原來我的翻譯是幫了我很多 在做金融方面 這個厚厚 那我覺得 就是 錢都 即我不是清高 我又真的沒有什麼挑戰過 我又真是很幸運 又沒有被人解僱 每次有危機的時候 可能我是佛教徒 佛徒都照顧我 都有人找我轉工 那我每次都是 我的心在等著轉工 可能這份都快頂不順了 都轉到工 挺好運 其實我最初那幾次 每次六年我就轉一次工 直到恆生才是做了十一年 已經是最長的那份工 那匯豐也是做了六年 雖然有梁兆基照著 那都是做了六年 坐在我身旁 其實他跟我很… 即是抵我們是這麼朋友的 因為我中學又流過班 即是抵是朋友來的 這樣我就… 即是我的考驗是很早來的 所以我就… 二十歲的時候… 即是二十到三十歲我就是沒有什麼的 即是我覺得… 即是錢是重要的 但是我又覺得夠小 變成了我又… 我又不願意付出我全部的時間 因為做金融呢 如果你要真的… 你真的要… 當然你有貪念才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就不是很厲害 即是我不夠貪 即是我的貪念不夠支持我去做一個 十八個小時都還是看著市 好像早上看著市 晚上看著市的人 這樣就… 所以我… 其實我… 很早就已經是… 即是我… 即是我… 可能去到八、九點 即是出了最後的… 美國的數據 那我就… 真的不是很想看市 那所以我… 我… 表面上的人都覺得我可以的 都… 都成功的 其實我又… 自己… 衡量我又覺得… 我的行家當中是… 有很多人比我厲害的 那… 我又… 覺得因為我… 在這方面我付出不夠的 因為我覺得我… 我是很早就已經選擇了 平衡的生活 那… 那我覺得我晚上也是… 要學一下佛這樣 那… 那我又… 其實我就… 如果看回二十歲 我這幾年呢 就… 自從… Karen找了我做你們的 mentor 之後呢 我覺得我真是… 二十歲真是太客氣了 你們真是太勁了 真是… 應該是我… 反過來 即是我長大那幾個呢 現在又幫人啦 自己讀書又厲害啦 即是… 即是… 如果我看回頭 即是… 你們就沒有什麼浪費江陰 那我那時候就… 我想我… 我都浪費了些時間了 那我想我四… 都四十歲 我又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都是繼續… 即是… 因為我的 career 是幾… 幾順利 真的沒有什麼考驗 我… 我最大考驗就是讀書 之後再講一下 即是我讀書時代 是我最大的考驗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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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又幾順利啦 那我想我是… 反而我不是四十六十的嘛 我是大概五十歲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有很大的轉變了 那我就覺得 不是… 我又不是家庭 又不是… 都不行 雖然我太太今天都不在這裡 家庭都很重要的 是… Karen 不要跟她說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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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愛人是重要的 愛情也很重要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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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五十歲的時候呢 因為我很幸運 那我徒學的話就會有少了 最重要的就是我五十多歲的時候 我已經五十歲左右 我就認識了空師和臨師 我就覺得很大轉變 我覺得自己是很脆弱的 我不可以被人影響我 已經開始因為我是修正土宗 我也要想想將來我將來是否往生到 我是佛教徒 我會相信輪迴 我也相信我要往生 所以我五十歲開始 我會注重和我交往那些是否善知識 就是我要遠離壞知識 壞朋友就不要搞了 因為我是會選擇朋友 因為譬如你認識空師就很幸運 因為空師有佛法就有辦法了 問甚麼空師都有個答案 任何其難的習政、心理不安 我經常問這幾年 經常都問空師 如果這幾年你可能突然進入醫院 然後別人又探不到你 你又臨終又沒有助念 又不可以空師握著一隻手 說不用怕你去往生島 這樣不行 空師見不到空師 空師都是教我們要自己做好自己 最重要是一晚跟自己說 我沒有做過壞事 我是好人 那你就會安心 所以我其實在五十幾歲之後 我就學會了兩件事 就是我要遠離壞知識 就親近一些善知識 只要是善知識 就好像我帶著那幾個 我那幾個曼律 都是我的善知識 因為我一見到他們這麼小 已經可以又自己讀書又聰明 又你們很肯幫人 譬如你做ESG 或者其他我帶那個去 你兩三年都做一些 協助理 我覺得 那我也學習到 那我覺得我會選擇 就是擇友 我要擇良憑 那林詩 常唐發師 也是一個對我來講 一個很好的 一個開示 因為你想想 你現在這麼年輕 但是你拍拖 你有沒有好像林詩那樣 任何一個 出名的女明星 都在等著跟她拍白照 哪個攝影師 全香港最好的攝影師 大部分的美女 都在等著跟她拍照 那林詩 未出家之前 甚麼都有 真是名譽地位 名利 那她也放得下 那我們那些算甚麼名利 我又不會覺得這件事 因為林詩跟我 林詩說得最重要 就是你的慾望就是 你不要 你需要的東西就要 其實大部分東西 你都是不需要的 當然我仍然有很多東西 不需要 我都買了的 那是沒有辦法的 我這個通常說 不需要的東西不用買 我是跟我太太說的 哈哈 哈哈 這個都是 林詩是這樣說的 哈哈 就是這樣 原來兩位的成功之道 都是在中學讀書的時候 是要留過班 就可以成為到他日的金融界領袖 剛才其實說了很多 我自己是家庭第一位 我媽媽在這裡 其實剛才說的所有東西 其實都是一個選擇 就是所有牌子優先 但是要做一個選擇 是因為大家的時間都是有限 其實時間就像我們的資本 可能人生就是一個 人生的投資組合 你平時去投資的時候 你會投資到股票 基金 債券 有很多不同的投資工具 但是人生的時候 就是剛才那幾樣東西 都有很多 馮先生 梁先生 其實我最近就越來越忙 我前陣子有搬家 工作也很忙 之後可能身邊的朋友 也有很多事發生了 其實隨著人的成長 每個人都會越來越多 不同的角色 就是可能你是某一個人的兒女 你是打工仔 或者你是老闆 有些隊伍要領導 還有你是某人的朋友 其實你們是怎樣去平衡 然後去將你的時間 放進去這些不同的組合裏 那你們怎樣去做這個選擇和平衡呢 這個是我以前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這個都是偽命題 其實如果你說自己很忙 可能你安排的時間不是那麼好 因為我發覺 譬如說我以前都會說自己忙 現在我不會 因為你不會看得過李卓勳校長 李卓勳校長做這麼多事情 但是他還是任何人找他做一些慈善基金也好 一些佛教基金 找他做主席 他從來都不會說平衡的 我認識了李卓勳校長之後 我覺得自己所謂忙其實是兩件事 自己花了很多時間 基本上你是否真的要做的事 當然你說你要照顧媽媽 見些甚麼人 雖然梁兆基剛才剛說 他20歲的時候很多朋友要玩 但是就是自己分配時間 我不覺得你可能你說忙 有些事你根本是不需要做的 你是花了時間 我覺得沒有人忙得過 例如李卓勳校長或者是空師 很忙的 空師很多人 我都失驚無神覺心不安 我都WhatsApp空師的 他又很快會回答我 我想我不希望我是最troublesome的那個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我這樣找空師的 我覺得是自己安排 時間是有的 還有你安排了一些 是不是自己根本是沒有需要 或者你浪費了一些時間 你一定是浪費了一些時間 我想你心思哪些是真的需要做 哪些是有意義要做 當然也有些事是沒有意義都會做的 你沒有理由說完全不看電影 完全不播劇 我都知道有些人完全不播劇 但是也很難 我們只是一般犯人而已 但是我想你可以再分析一下 你為什麼覺得自己忙到沒有時間 因為我覺得 有些真的很忙的人 都有時間 我想我們不會忙得過李卓勳校長 不會忙得過星文大師 我想我們好想 安德爾剛才講的確實對 我在很久之前看過一本書 其實是一個二千多年前 一個希臘的學家寫的 叫做Sonus of Life 我忘了什麼名字 因為中有COVID之後 有點老毛 忘了什麼東西 但是你在Google的搜尋口可以找到這本書 它的說得相當好 我覺得也學到東西就是 我們一生是花了很多時間 還有一些無無聊聊、無意思的事情 而是沒有意識人家叫你去做 那你就去做 出來吃飯,你去吃飯 叫你去看電影,你不喜歡看,你就去 那個又不是你很好朋友 不知道為什麼你又去了 譬如我們在工作上 其實公務上都有很多繁忙的工作 應酬全部都要 你都要去選擇 其實有些應酬是你不需要去的 但是剛剛那段時間有人叫你去 你又去了 你沒有意識地隨著要求去做的時候 你就浪費了很多時間 如果你每天把你要做的事情寫下 你試一下做一個星期或一個月 然後你再看你寫下做的事情 然後我再叫你去查了 你覺得是不需要做的 是無聊的 我想你查了七成多 其實那些真的需要去做的 但是因為你沒有一個意識 去猜疑有些什麼 你是不應該去做 或者是浪費了時間去做 所以變成你有很多時間 是用在一些沒有用的地方 如果你有這個意識去留意 其實你就會很有選擇性 去選擇你覺得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 你才去做 那你是絕對足夠時間 所以這個在於 你說很多人說沒有時間 我想在所有高層管理的CEO裡面 其實都是一里萬機的 就是我們在這個 無論在金融業 在商界裡面 其實大家都很忙的 那對於那個時間管理裡面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一個good choice 你是有意識去選擇 覺得你是有價值去做的事情 如果你從來不做這件事 就是誰叫你又去吃頓飯 你又去走 然後告訴他這個劇好看 你又不選就去看 那你是花了很多時間去做這些事情 那你發覺沒有了很多時間 那如果你能夠有這個practice 你試一下 這個挺有效的 就是你抄下這個月 雖然比較麻煩 每一天做的事情 然後你查到 你覺得是沒有什麼用的 你真的查了七成去 那你就會找到很多時間去做 這個大家可以試一下 好 我也試一下 抄下自己平時在做的事情 很多時候其實 有些朋友約你出來 或者其實你都未必很想去 但是又為了大家開心一下 那一刻就去了 這個也是大家可以 就是抽個時間 consciously 去知道自己做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有意義 那而剛才在一個人生的組合裡面 我們都提及過有那五樣東西 金錢事業 家庭 朋友 社經地位 但是呢 有一件事我們往往就會忽略了 而那件事就是自己 其實兩位都有鑽研佛學 也有可能有做到一些情緒輔導的一些工作 那其實在這一方面 就是照顧自己 是不是都是跟 就是關顧自己有關 然後我們其實是怎樣可以學會 對自己慈悲 自身的情緒 然後可能投資在自己的身上呢 兩位有沒有一些見解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投資在自己身上呢 比如說如果我們是跟一些學生啊 學校那些 大家說 當然 你會不會花時間去學一些譬如說 language 的東西啊 你認識幾種議員啊 又或者學習一下這個投資的知識啊 又或者是建立你的人物啊 這一方面啊 那對於你將來做事工作呢 的確都是很有幫助 但是我過了幾十年之後呢 我就發覺投資在自己身上呢 其實最重要的呢 這個就是空師所說的 最重要是修行 怎麼為之修行呢 就是說 或者我用一些沒有那麼佛教式去說 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修煉一個平靜的心呢 這個反而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剛才已經說了就是說 在人生階段裏面 一定是上上下落落 和福不斷的 這個是一個外在的環境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改變外在環境 你一定會遇到很多挫折 又或者遇到很多很開心的時刻 你的心情會隨著這些事件上上落落 你有時候不要以為大喜 或者肯定是比大悲哀 你開心一陣子 有時候都會出很大的問題 很多人在麻雀桌上 突然間是清一色就去了 開心一陣子又有爆熱館 就是真的下一分鐘就是 已經是一個悲劇都不定的 那你怎樣令到你的心 不會隨著這些這樣的外在環境去波動 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看回就算是World Bank的統計裏面 其實全球的人口的七成多 在任何一個階段都是有精神病的 所謂不是很嚴重的精神病 是你的那個情緒的抑鬱症 香港其實出來的那個 survey 曾經有抑鬱症 都有差不多七八成的人 這個問題來講 我們在輔導工作的時候發覺是很嚴重的 就是因為你的心 是隨著外界的濟慾而波動 而你永遠不會說你都是這麼好景 一帆風順 你一定是有挫折 你越一帆風順 但是那些挫折就越嚴重了 因為你的心沒有一個 preparation 沒有一個練習 就是練習一些 就是經常很悲慘的東西 永遠很多人生裏面 一定有一些上上落落 如果你不能夠應付上上落落 你會令到你的心情是很悲苦 如果嚴重的你是抑鬱 再嚴重一點你就會有精神病 所以你如果能夠投資 令到有一個強壯的內心 其實這個是一個最好的投資 我現在到20歲才發現已經笨了 因為太遲 如果像你這麼年輕的時候 20多歲就有一個堅強的內心 你可以面對 你可以面對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就不能夠面對現實 所以才出現這麼大的問題 我都練得太遲了 現在已經沒什麼用的時候 才說去練這個修心 反而這個比起其他東西當然重要 當然你如果是一個新鮮人 你需要有學識 你需要有你的技能 你需要有你的人脈 這個你都需要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一個堅強的內心 我想你這一生都很苦 看到別人在飛煌騰達 或者做得比你好 我已經升上去做經理、做CEO 我還在做傘子 那你的心態是怎樣的呢 你要有強大的內心 你才可以重新站起來 要不然你永遠就在那個低位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投資 如果你想做這個投資 你找一找空師 他會教你如何修煉一個強大的內心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重要 交給你 我覺得也是 因為你的心是很奇怪的 你的心可以很大 寬恕所有人 寬恕全世界也可以 但是你的心可以小到生氣一個人也可以 你的心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 所以其實一切都是由心 雖然佛教徒說要放下那個我執 但是你不懂愛你的小我 你就沒有辦法愛那個大我 你的大愛是由愛小我開始的 而且如果你對自己不好 基本上你沒有健康 你修行不到的 你做什麼都不行的 所以你對自己的心 就會影響你自己的健康 所以你的心是最重要的 第二就是說 因為我也是很小時候 已經是佛教徒 我基本上 我又不敢說我自己是慈悲的 不過我又比較容易 沒有那麼容易生氣人 我可能 我的我執子是比較小的 我又 那你沒有那麼容易生氣人 因為生氣人最傷的就是自己 因為你生氣 其實影響自己又睡不著 又在那裡 又在那裡 詛咒人的時候 詛咒人的時候 那些葉子又回到自己的 總之你生氣人 一定是自己是底 那個人又未必知道你生氣的 那你除非這麼厲害 又能夠詛咒他 要不然就是自己是底 要生氣人 還有我覺得 我不生氣人 或者我的心是比較放下 我執子比較小 我其實做事 比較順風順水的 一個自然產生了後醉 因為我很少生氣人 就是 人家 可能對我 有時候都覺得他對我不是很好 不過 我很快就算數了 就是大家最多不耐往 這個其實你不知不覺 你的人緣會挺好的 因為你沒有跟別人爭執 就是你東鋪達 我免得自己生氣 其實都是免得傷身 但是你不會跟別人有生氣的時候 別人會 譬如說行家也好 朋友也好 有一些機遇會想起你 你不知道 其實你不知 有些什麼人 你一輩子都可能不知道 就是 舉個例子 我 有一次都很好幸 那次真是最好幸 但是我現在都不知 那個因人是誰 因為我在92年 就是在外國 那間公司要調我去另一個國家 那我連個傷都打了傷 就是很傷心 就是去一個55%歲的國家 幾個傷心 已經是由一個50.25歲的國家 去一個55%歲的國家 哇 真是晴天逼漆 看他給我的條件 人工又一樣 但是那邊55%歲 已經很大打擊 但是呢 突然間呢 就有個Head Hunter 叫我 就是在香港叫我 就有份工作我回來香港 那我其實到現在都不知 是哪個行家 那麼好 給我的名字 給那個Head Hunter 那我就回來做了梁紹基的同事 其實我也很感恩那個人 但是那個人為什麼會推薦我呢 就是Head Hunter 問他 哪個人適合做這份工作呢 他會想起我呢 那我想是因為我 是很少和人有爭執 這個是因為我是覺得我不想傷身 所以修心 我覺得心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你不生人 你愛一個人 其實你也是 你生人是因為你不喜歡他 你喜歡的人 你爸媽罵你 你又受了他 或者你愛人 人家都會生氣 但是你不會反面 有時候有些東西 我自己就不會買的 人家買了我又要接受的 這樣就很正常 名不開了 所以我覺得 都是一切都是由自己 一切由心做 我覺得是 你對自己好一點 你就會對人好的 如果你不能夠對自己好 我基本上覺得 你一輩子都不會開心 因為你生氣自己 又怎會不生氣別人 很容易就生氣別人 那你又影響你對人 人緣 影響的人緣就會影響你的朋友 又影響你可能將來的 career 可能你錯過了一些 你都不知道錯過了的好機會 剛才也有提及到一點 其實過去幾年 有很多人 因為COVID 經歷過一些生命的離合 情緒上也有很多困擾 其實總會 每個人在生命當中 都會去到某一個位置 會遇到一些後悔 有些恨 可能會生氣 或者是一些耿耿於懷的事 其實投資 有一項學問叫止蝕 除了學懂了對自己的慈悲 很多人都在學習 練習的就是懂得放下 那兩位可不可以分享一些 可能你們做情緒輔導 或者最近聽過的一些經歷 而去講一下 其實懂得放下 或者釋懷的重要性 可能會不會有些例子 其實他未學懂放下 而其實會導致自己 會很不開心 可能 想分享一下 其實在輔導工作裡面 我想差不多九成的人 都是不可以放下 而出現一個問題的 他不可以放下 最主要來說 就是造成他不開心 抑鬱 或者加重病情 尤其是你在重病的階段 如果你心情不好 是更加令病情惡化的 所以其他 比如說這個病情 你不可以由醫學去控制之外 其實你如果心境能夠控制得到好些 其實你的嚴重程度沒有那麼高 或者甚至可能康復會快些 所以經常都有說 喜樂是最重要的良藥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很可惜就是能夠放下 真是少 我們有時候都放下不了 就算我們學了佛學這麼久 幾十年了 跟了空宵這麼久 有時候放下了又拿起 拿起然後又放下 又放下又放下 放下放不到 來來回 如果經常都放下 達到佛境 就是這樣說 但是這個是人生最難的事情 我們見到有很多實例 我去做一些輔導的時候 其實很多故事在我本書 我先推銷一下 有很多範圍裏面 都是講一些很多病人 他是放下不了以往的舊事 而令到他現在不歡 其中一個故事好笑的 有個阿姐 就經常要離婚 很不開心 諸如此類 那吵得很厲害 那為什麼呢 我們去看他的時候 去輔導他 因為他不開心 做到很大的 一些身體有問題 那他就是跟我們 最終談了很久才說 就是說 我最不喜歡我老公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又不好 因為以前 我剛剛在大陸下來的時候 就很窮 跟著他 現在的老公 就已經沒有什麼錢 那他媽媽還說 要寄錢給他 在鄉下的弟弟結婚 我已經做了三份工作了 現在危僅窮 還要儲錢給他 去結婚 那他對這件事 耿耿於懷 但是這件事過了很久了 已經過了十年了 而他借了那些錢 他小時候那個所謂 叔叔其實都還給他 那他現在是一個很開心的家庭 很孝順的女兒 其實那個丈夫都很好看 但是因為他永遠記住這件事 所以他就經常跟老公吵架 就是這樣說 就覺得很不開心 生活不愉快 所以要離婚 但是如果你看看貞結 根本現在的家庭沒有問題 而是因為你經常執著那件事 你有很多身邊朋友都有 經常記住以前的問題 一吵架的時候 就找回你以前什麼什麼 你又說元朗了我的 但是他又找回出來 所以就是你不放下那些事情 而令到你的心 整天都糾纏著那些事情 你覺得可能是很小事 但是如果你是一些病重的 或者你以前 有些比較大件事 你會令你的病情加重 所以放下來講 真的是一個相對比較 一個最難做到的事情 在我這本書裡面有說 金融呢 在他枱頭 是有個在後名的 就是看破放下自在 而其實這個所謂放下 真的很難 如果是難的 你不用整天放在那裡提著 你已經放下了 所以在人生裡面來講 是不容易做的 我也都看過 聖元發師曾經講過的一句話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說放下自己是沒有自慰 放下別人是沒有慈悲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所以我們大份份都可以說 是沒有什麼自慰 就是在人生方面是沒有什麼自慰 如果你學懂了放下 你是真的離開了很多苦 這個是什麼苦呢 深苦 很多人在我們的行業裡 看到很有錢的人是多到不得了 就是以十億計 百億計都有 你看到很多時候很辛苦 這個跟實際的錢是沒有關係 你要想著可能有幾百億 幾十億的身家應該是無仇無慮 你越多錢是越仇慮 就是因為你的心不能夠放下 所以這個反而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那怎樣能夠放下呢 首先問一下Andrew 我是被輔導的一群 不過通常我其實我自己 我們做佛教徒 我們都知道人生是苦 苦習滅道 但是都不想接受這些考驗 其實我自己又不是 我覺得人員好 很多人有問題都會來問一下我的 比如說那些年輕的同事 其實來去都是幾樣東西 覺得花紅少或者人工少 這些很容易解決的 花紅少人工少 要不就轉工 你是不是證明你有沒有價值 我通常都說你試去Head Hunter 看看你自己是否真的有這個價值 如果有價值 別人會付你的 那你就有這個價值 如果你現在又沒有人付你的 即是你自己這些不現實的相片 另外就是 其實我自己是沒有那種考驗的 但是我不知為何 都很多 我不知道為何 很多年輕的同事 失戀都來問我 不知為何 我覺得我突然失戀 小時候我又 那我小時候真的失戀 都很多人來問我失戀這個問題 那就是我最大的挑戰 我又不懂得答應 不過呢 後來呢 幸好呢 我學了張小嫻呢 有一次跟她同台演出之後呢 就說 我就是張小嫻的金句 就成為我的金句了 就是呢 如果你是失戀 你問我呢 我的答案就是 時間 或者新歡 就是你的解決方法 那其實張小嫻 現在都學恢惑的 那我覺得都是 都是 就是這個 那我覺得 就是放下 是 真的是時間 時間 就是你很難說 就是你要學法 學得很厲害 才可以放下 不過我想 我幫人的方法呢 就是 如果是世俗的東西 就 我問一下梁兆基 就是 如果是 形異上學的東西 我就是 我就是一個 中途集 我會轉介給空師 或者其他的法師 問一下他們 在形異上方面 是有什麼解決方法 因為 因為其實佛法是不錯的 就是 我 很拜空師說的 就是 你是很怕 告訴別人 你 你罵情緒病 或者 因為情緒病 別人以為你神經病 但是 佛教的教育 就是學佛 高檔很多 就是 就是 我想 就是 學佛是 很多人現在學佛 或者學 認識 或者認識 都可以解決很多 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就是 心放不下的問題 不是一定要是佛教徒的 其實 調控情緒 都是 最重要的 就是 你調控到情緒 你就可以慢慢想回 那件事的因果 如果你想到 如是因如是果 你就會解決了問題 不會像剛才梁紹基 這樣說 那個人生氣了幾十年 因為 你會想回那個因果 因為你當時 他已經是可能 你心心不分 但是那時候可能 那位女的善知識 那個男的善知識 已經是他當年最好的選擇 他只是自己 如果他能夠 能夠 把那個因果 他放得下 因為他其實那時候 你今天覺得 他又 當年條件不好 又沒有你想像中 那麼好錢 那麼有錢 但是其實可能 當年 他已經是你的 最好的選擇 你又不記得了這件事 就覺得 自己應該有好些 遇到好些 我覺得是 當你的心 平靜下來 你再想回那個因果 你就可能會解決到你的問題 我想今天兩位的分享 即是無論有沒有 宗教信仰都好 其實怎樣去看待自己的人生 然後看回去 即是檢視過去 然後 檢視一下自己 是不是真的需要 對這件事 這麼執著 有沒有一些東西 其實自己可以放開一些 那這個都是大家可以 就是 今天我想相信大家聽完之後 都可以把這些錦囊 代入袋 那 那 因為時間都 差不多 那 很快地做一個總結 其實兩位的分享 都令到我想起一首 我自己最近很喜歡的一首歌 那 看看鏡頭可不可以打出來 那就是 是一首 per se 的一個通心術 那現在大家都會看到 一句這些歌詞 其實這些歌詞 我自己 最後來 你見到 留下精彩 拋開褲劫後 吹痛自由 我再隨意笑 隨意飄 越放下我 越過不重要 那 去到問答環節的事 就是在問答環節之前 其實我希望用一個 投資的比喻去總結今天 是一個坐艇的比喻 坐艇就是 大家買完股票之後 就跌了 然後就長渣不沽了 應該沒有人想坐艇的 但是我們 其實每個人都 在人生裏面 都可能都會有些坐艇的經歷 其實心底裏面 我們都會知道 有些艇就不應該坐的 理性上 有些股票 也都知道 未必會升上 那面對一些失意 或者自己耿耿於懷的事 其實最好當然是 就是學會止蝕 學會放下 但剛才兩位都說 其實放下 真的要乘佛 就是好像一個乘佛的境界 就是 都很遙遠 現實也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說放就放得到 有些事情會跟著我們的 那想告訴大家 其實坐艇也是OK 是沒有問題的 最後那兩句 就是每個季節 再重新斷定過 到最後放過哪天對劃錯 其實只要我們適時去看 適得去慢慢把艇上的重量 逐點逐點 放下 甚至是可以變成艇後的動力 不要令自己的肩膀越來越重 懂得幫艇去減薄 其實已經很好 因為艇太重 其實會沉 人沒事才會做到世界冠軍艇 才可以繼續前進 希望大家都可以 聽了今天的講座之後 會對自己好些 不單止是對人慈悲 更加要學會對自己去慈悲 學會自愛和照顧好自己 經歷了一些無可逆轉的事 都會慢慢去學會放下 我們才會更加接近快樂 多謝各位 現在來到一個問答的環節 大家歡迎舉手發問 在座和線上的各位 都可以問不同的問題 都知道今天在場 有兩位陳廷華基金會的學人 準備了一些問題 可以有請兩位先發問 然後也會把時間交給現場觀眾 和線上的朋友發問 有請 你好 我記得一聚 首先謝謝三位 剛才用一個這麼輕鬆搞笑的形式 跟我們分享一些佛學 或者他們對金融行業人生的看法 我的第一條問題就是 在我們金融界 很多時候我們會講求 利潤最大化 要幫助公司 要幫助客戶 甚至乎幫助自己 爭取最大的利益 但同時在佛學裏面 又有另一個概念 就是 藥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飲 意思就是 凡事不要去得太盡 不要取得最盡 對於我們這種 社會新鮮人來說 在職場上 可能會很迷惘 到底一兩種說法 哪一種才對 當老闆在推動你的時候 你應該要怎樣做呢 我想知道 三位對於這個 好像截然不同的概念 有什麼看法 或者有什麼建議可以給我們呢 謝謝 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極限 如果你是覺得長期 譬如說 你老闆再逼你 你工作時間好 或者你的身 或者你的心 都其實有一個極限 你最重要就是愛自己 愛自己的心 如果好像我這樣 我剛才說了 我都不是很成功的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去到一個時刻 我真的不打算 將我二十四小時 貢獻給我的工作 其實我有份工作 我選擇走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 我很奇怪離職 因為那時候 都是一個上升期的 那份工作 而且那份工作 那個老闆是 你做到事情 他真的給你很理想的 幫助 但我是不打算陪他 他升一級 我升一級 因為他是 要二十四小時工作 譬如說 我覺得去到八點鐘 八點半 我一次就是說 如果做金融 我去了旅行 有一次就是 我去了旅行 那天八點半 星期五 如果你做金融 你知道八點半 就是美國出數據的時間 這樣呢 那我跟著 我自己其實應該是 就是拍拖去旅行 那也要 那些 就是拿一個電話 那這個同事說 就是我那時候 只是一個小頭目 那這個同事 告訴我他 他輸兩百萬美金 那個又說 他贏中五十萬美金 那麼加加加加 加加加加 就得個吉 但是這個又輸那麼多 那麼 要想一下 星期一時回去 跟老闆說 這個人輸那麼多 那老闆跟著就會問你 那這個人是否踩牛魚 那你這些 就是這樣的生活 你有一個底線 我覺得每一個人去到 就是你最重要 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好像剛才說 你分配時間 你好像剛才梁肇基這樣說 你看一下你覺得 是不是用了些時間 去做沒有意義的事情 有一個平衡的 因為超越了你自己的平衡 就是你的底線 你的身心開始不健康 那你自己的身心不健康 你不可以長期是一個身心不健康 的情況很久 你一定出事的 就算你不心臟病 那我覺得你自己有一個極限 如果你自己沒有一個極限 即是不離得開 那你就已經迷失了自己 那如果你迷失了自己 我就幫不了你 那首先謝謝兩位 就給了很多很吸引的 一些的看法給我們 就是都知道其實人生 就是一個 就是基本上是 好像一個wave 這樣是起伏不定的 那所以我也想 有一條問題 想問回兩位 那譬如說 在剛剛你們的分享的時候 都看到你們就參加了一些 那其實都可能有人就會認為 在賺錢和生活上面 我們要去培養人性的時候 那某程度上都需要借用到 宗教的力量才行的 那不知道你們兩位 對於這個講法有什麼見解 那其實 還有都知道 馮先生和梁先生 你們兩位都分別有宗教信仰這樣 那所以 但是 香港 其實 超過一半的人都基本上 沒有一個特定的宗教信仰的 那所以 我想 我想問一下 就是 你們兩位 如果認為 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一個 職場紳士人 那他們 應該怎樣去 善用回他們 現有的一些社會資本去 幫他們去 培養回一個更加正面的心態 或者是 一個更加良好的人性去 去面對一個充滿挑戰的21世紀 多謝 如果你自己本身 沒有一個強大的內心的時候 其實你相信一個教 是能夠通過這個教義 令你的心靈會比較平靜 和得到這個內心的支援 那當然 每個宗教用的方法都不相同 這個是 視乎 你覺得哪個宗教是最適合你自己 這樣 那 譬如說 在天主教裡面 因為我自己也是天主徒 信是一種很大的力量 因為在天主教裡面 信是一個everything 如果你沒有信的基礎 你是做不到的 但如果你能夠信的時候 你是不需要理會其他東西的 我信 有人會引導我 那你就可以避開那個心理其他的障礙 或者是重擔 如果你在佛教裡面 也是一樣 你能夠誤到空的 無常的 而自己本身能夠做到無我的 你也是無負擔的 這個是不同的方法 就是所謂八千法門 大家用不同的方法去進去 你能夠訓練 或者是你在蓬佩 或者你在讀書裡面 學到一些智人的哲學人 或者智人的智慧 都可以訓練到你內心的強大 但這個要看你的彩數 就是你的際遇 你可以怎樣在不同的環境裡面 能夠學到這些技能 我只可以說 在宗教上已經經過幾千年去集合 去找這些因素 來訓練你的內心 所以在宗教裡面是容易做到的 所以你發覺很多宗教裡面的人士 信仰的人士 他是可以在很多苦難裡面都可以度過的 你不要不論他的方法 但是你看到一個效果 就是他能夠吃著這個宗教的信仰 來度過這些苦難 令他的內心能夠有一個平衡 可以這樣做 剛才說回來 不是說你一定有宗教可以做到的 你自己本身有些歷史上出現很多的強人 自己的內心都很強大的 這些可能是生性子言 也可以這樣說 所以各花入各門 看看你的際遇是什麼 或者我這樣可以 希望可以回答你剛才的問題 你不是一定要有宗教的 因為你世界上有很多世間法的哲學 那你就是看你自己個人的 就是遇到一些什麼 應不應機的哲學 或者應不應機的宗教 如果你看到一本書 譬如說 你看到魏晉南北朝的清談圓學 你看到這樣 你覺得他們都是一種很大的放下 或者黃陽明的心學 現在很多人都會看 他都不是宗教 基本上都是一種哲學 但他亦都是有一種體驗空、無常 但是他與佛教都是沒有什麼 就是那個方法是在的 但是那個最終那個 他亦都不是一個信仰 那都是看你自己要尋找 就是要尋找一個 多一些去接觸一下這些 哲學性或者宗教性的東西 那你會對機的 如果你不對機的東西 你看兩看就算了 如果對機你就追尋 看看那裡找不找到答案 謝謝馮先生 謝謝梁先生 也都多謝兩位學人的問題 那現在把時間加回給現場觀眾 看看現場觀眾會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好 那暫時好像未見到有舉手 那我也知道其實在線上面 都有問到一些問題 那我現在把時間交給Jasmine 去幫線上的朋友發問 謝謝 謝謝Chester 其實線上的朋友 也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那我們都選了其中一條 想問一下兩位 那他這裡就問了 怎樣可以分辨或者界定 上進和貪念呢 人生最重要的要學習就是防止貪真次 這個真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 上進和貪念 我想最大的分別就是在於 貪你是不理外在的環境 或者那樣的要求 而多於你能力所能付出的 譬如很多東西 你父母經常罵你 我小時候有 你兒子經常不上進 那你有沒有 我們經常被父母罵到這樣 又不上進 看看旁邊 所謂不上進的意思就是 你有這樣的能力 而你沒有去做 你可以做到 考得好些 你就懶惰不去考 你的能力能夠做得到 或者是提升的能力做得到 貪念就是其實 out of your capability 即是你那個能力都做不到的 你是很希望有 譬如說我能夠賺10元的 你希望賺100元 但你沒有賺100元的能力 那你就是一個貪念 如果貪念會做出一些行為 就是你自己的能力負擔不到 即是你的心理質素負擔不到 所以你最終 你是會害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那所以 這一個來講 戒定好像很模糊 但實際上 你有沒有超越你自己的能力 即我看法就是這樣 Andrew 我想上進和貪念 對我來說是分別很大的 因為貪念你可能是 你是一種 即是不是很理性 或者不是遠離了慈悲 或者遠離了人情世故 你可能因為你貪 你會做壞事 或者你會睹人背脊 或者你會擦鞋上位 或者排擠其他人 即是用不合理的手法去排擠人 為了自己上位 你會做些事情是有因果的 你上進就是一個憑你自己的能力 而你是對機的 是因果的 舉例來講 我不會說明明那年我做得不太厚 我又想用不同的方法 跟老闆講 我看我能否扭多些重點 這是一個時間來的 我覺得 但是 譬如上進 我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幾好的活生生的情況 就是我有一年 我有一個下屬就問我 就說 喂你是佛教徒 你好像 不是很激烈的 譬如說 應該上面有一個位置 你又不去爭 你好像 坐這個位置 你又很OK 你自己是不是 你是不是 沒有上進心啊 喂你自己沒有上進心 你以為這個位置很舒服 但我等著上你的位置 我的下屬是跟我這樣講的 我覺得 我覺得要上那個級數 不是我自己的能力的問題 而是你要在一間投行裏面 除了是你交數之外 你真的要跟上司溝通得很好 就是 上司說 大家百年半去喝杯飲料 你去不去 我想回家 我想回家看佛經 我是不夠時間去做那些事情 我覺得自己都不是很適合我自己認為 不是我的對機或者合理的事情 但上進又不同了 上進舉個例子 梁少喜都知道 我做的時候 有一年這樣 剛剛就是這麼巧 那時不是那些內地 剛剛開始有錢 內地很多機構都派人來匯豐學習 那又說回那個因緣了 整個dealing room 可能當時是講普通話 或者用中文介紹財經的可能 就是因為我是讀翻譯的 那我不會 我就舉手跟老闆說 我這份應該是我最棒的 整間房間你給我做 那我就在我的 career 中 有一個很大的幫忙 那我覺得我那個是 我是有一個一刻的上進 那我就會因為我覺得是對機 我亦都不是說有因果的手法 而達到的就是上進 那還有最重要的是 你貪了之後 你的錢是不是 你是無窮地貪 然後你是為了買MS 或者你是為了買禮物給女朋友 那你才要那塊錢 或者好像楊超先生 或者好像Karen 他們賺了很多錢 又回饋社會的 那就不是貪了 那就是上進了 即是他們不是 即是 我很服Karen的 即是 出錢又出力 不是每個人都做到的 即是他都是 除了空師啊 或者 即是他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其實出錢是很容易的 出力是更難的 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 另外我想補充一下 講開貪 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貪的人 是不說自己貪的 這個才是最難 控制自己的貪念 例如剛才 Andre說 問老闆拿 bonus 那些人當然想多問 哪些人覺得是少的 我覺得自己是值得的 就是這樣 就是 永遠 就是會覺得 我想要多些 或想要多些的東西 他會去 理性化了 就是覺得 合理化了 這個我值得的 我是可以做到這件事 那這件事 就是為何貪念這麼危險呢 就是說你是不自知的 所以為何你要看出自己的貪念呢 就是你要一個很理性平靜的心 你看看這個 是否能超出自己的能力 以及 剛才Andre所說的 那個契機的時間 是否能夠得到的呢 這個反而才是最難的 因為沒有人會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很貪的人 有時候我也會貪的 就是想貪便宜 這些一定有的 但是你怎樣可以 意識到你自己正在貪 而去停止呢 這個才是一個最難的一個 就是窍門的地方 這個有時間又可以請教育公司 怎樣可以控制這個貪念 或者可以看到這個貪念這個問題 我想這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你不留意 你覺得自己不貪的 你要有意識地去看這件事 這個是其中之一 好 那時間都差不多了 現在是最後一條問題 看看現場的觀眾 會不會有任何的問題呢 請 最近香港都很多事發生 有時候都聽見一些年輕人說 好像香港已經不是昔日 那個上流的機會少了很多 甚至乎裏邊很掙扎 去定流 甚至乎 就覺得對前景很枯弱 所以這三條問題也想問三位 特別是Chester 我知道 反過來就是很努力 無論在工作 或者各方面 所以用一個這樣的 這個時代的問題問三位 或者說一句 對於今天的年輕人 有些甚麼鼓勵呢 面對這個處境 我想 你那個真的考慮我 Peter 我想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會對香港的前景 然後之後 究竟我們去留會 去思考這件事 其實我自己本身 覺得我在這裏長大 有很多這個地方 給了我的東西 我就希望 我投身了社會之後 去做一些貢獻的社會 所以我就很幸運 在公司做一些新的事 亦都是希望 除了幫助社會 亦都幫助地球做一些事 我自己覺得 如果留的話 其實我覺得香港 其實還有很多人 是很有心 然後有一個精神 去 即那種 很老土 即那種施展山的精神 大家為了這件事 去做好它 而這件事我仍然見到 很多我身邊的朋友 即是蓬佩 我亦都有很多的 mentors 即在我現在的公司裏面 他們會教了我這件事 那我自己覺得 我在這個地方 我在這裏面 再去貢獻多些 是雜無旁財 所以難得 其實有很多人 離開的時候 就更加顯得 我們這一輩 可能留在這裏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一種責任 可以為這個地方做得更加多 那這也是 我現在的一些看法 那每個人的情況 可能會有一點不同 不過 都可能請兩位 即可能有一些 記憶 即年青人 我面對這些 對社會的一些困境 或者可能前路亡亡的時候 你們會有些什麼 鼓勵的話呢 每一代的年青人 每一代的年青人 思維和想法都不相同 所以我很難說 能夠有一個很合適的建議給他們 不過我也做過年青人 所以我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或者我們人生過了這麼久 第一件事 每一個年代 都有自己年代的困難 你不要覺得自己現在 上流不了 那些人又走了 又好像沒有什麼出路 這個沒錯 是你面對現在的困難 但是不代表我們那一代 是很順勁的 我們進不了大學 很多的 又要做幾份工作 那一批又不公平 每一個年代 他自己都有自己的問題 每一個年代 那些人都看到自己的問題 看不到其他人的東西 即是你只見樹木 不見樹林 其實新的年代裏面 有很多的機會 譬如說現在在Digital的發展 Virtual的Business BioCam 這些不是我們這代的人能夠認識的 我們搞的手機 都搞了很久都搞不定 但是年青人 就跟手機一起出生的 他們很熟悉的 在這方面來說 他有很多的契機 是我們可能看不到的 不代表他們沒有其他發展的空間 只是問題是你太過眼界 只是集中在看自己的問題 所以這個才是造成一個問題 我覺得 你如果能夠看闊一點 任何投資在自己 維持一個平常心 繼續努力 這個世界是無常的 我已經說了 現在的困境是將來的機遇 這個是seed of the future opportunity 即是問題你現在看不到 即是說等於你在大學校 現在很大霧 你看不到前方 不是代表前面不是一個美好的光景 只是你看不到的 你要壞著一個很平常的心態去看 因為每一個年代其實都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問題是你怎麼能夠打拼到自己將來的一片天 每一代人其實都是經歷過去不同的困難 你現在你說你們本身很困難 你能夠困難到一個戰亂的時間嗎 但戰亂那一代的人都能夠翻身 自然你一代人能夠打好一個更好的天下 只是你不要集中落一邊 即是在佛學裏面 只是看到你自己的問題 看到你不開心的地方 看到你那個沒有機遇 但是好的一邊你又沒有去發掘 沒有去看 那你自然落一邊你的心情又落一邊了 是不是 所以這方面來說 年青人你要眼界放遠一點 放闊一點 努力一點 這是我能夠給的 任何一代人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是的 我都覺得 這個都是佛教那樣 你要放低個小鵝先 即是你如果太專注於我 那你不會覺得社會欠了你 或者社會沒有給你一個最好的條件 條件都是自己創造的 就好像George那樣說 可能我們讀書的時候 只有兩間大學 那我們的挑戰就是方式 那我考了之後就容易一些 起碼都可以有份工作一下 那現在可能到今時今日 就是那個出來社會 那個挑戰就是踏出校門之後 就出來社會 那個只是延後了那個挑戰 以前我們就說 可能幾十人考一個學位 才能入到大學 那可能是方五、方六已經被人淘汰了 那所以每一代人都好像George那樣說 還有我覺得人各有志 我不會覺得哪裏好些 你最重要是自己 是不是知道你自己去了那裏 真是開心些 還是一個逃避你 那你如果是逃避的 那就沒什麼意思了 那你是不是說去那個地方 你是不是先了解 你是不是知道那裏你準備去的地方 是好過香港 你的發揮是好過在香港 那樣子 那樣子我覺得 那我都是回來的 我不會想是一個55% 稅的地方上班啦 或者一個50.25% 真是對我來說就是香港是一個 幾好的地方 我想這個是無常的 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的case 但是你不要自己已經setup了一個 我見我執 然後就去看那件事了 就是每一個地方 有幾百萬人在那裏 都一定是有些人是可以有機遇 那機遇是不是你自己把握的 那我覺得 就是機遇來到的時候 你有沒有把握到 你有沒有爭取到 還有你是不是well equipped 去拿到那個機遇先了 機遇在你前面你自己都沒有學習好的 那你根本上攤份工在這裏 是好工的 人家叫你做你都不敢做 你根本不懂做 那樣子 那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沒有機遇之前 看看自己是不是 是不是我執行很重 如果你是佛教徒 如果不是就是你覺得 你自己是否equip得很好 還有你說你選擇離開的時候 你是不是已經是知道 那一個地方是好過這裏 給你發揮 就是當然如果你打算在那裏 都是享受人生的 那就另計了 如果你說你都是覺得 因為香港你發揮不到離開 那你就應該是 研究了你準備去那裏 是不是真的 發揮到 那最近再研究一下歲制 多謝鳳先生 由錢入心 由心又入錢 好 多謝兩位嘉賓今天的分享 也多謝線上線下 那麼多位的問題 那現在把時間 就交給你 我想有個問題 是 我想各位法師 跟空師贈兩句 可以嗎 好 鼓勵一下年輕人 多謝三位的分享 那麼很多 很多 很多 insight 很多事情 跟大家分享 就是 跟年輕人說 其實年輕人 其實我覺得是 有兩件事想說 就是 剛才講到宗教的問題 其實就是 宗不宗教不要緊 但是宗教有一樣東西 就一定會 啟發到你的 就是我覺得年輕人 這個社會的人生是怎樣看的 我經常說 世界觀人生觀 意義感 世界觀不清楚混亂 含糊 甚麼是世界觀 你不明白 世界是怎樣搞的 世界有沒有一個圖案 世界是一個 到底是別人 安排了 世界本身那個遊戲 那個規則 人生 人為何會幸福 人為何會痛苦 人為何會痛苦 只是狠狠狠 這些 世界觀你搞不定 你就很難去有 George說的那些心力 因為你沒有辦法明白 世界是怎樣玩 你不知道事情是怎樣走 你就會在那裡撞著撞著 很模糊 你就會很失落 和沒有信心 所以 Andre說 哲學 宗教 都會給你 更深層次 更深刻地去 它會令你明白人生怎樣搞 人生的遊戲是怎樣 你不搞通過這個世界觀 你在生命裡 很容易失落和沒有信心 所以 你問我為何 好像兩位這樣說 我們都年輕過 你們這麼年輕 我們以前也不知道你們這麼年輕 在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我們都有你們的問題 到底 到底 人生是怎樣搞的呢 就是怎樣去玩的 這件事 我自己就找到佛教裡面 找到佛教的世界觀 佛教的人生觀 給我 安身立命 你沒有辦法找到一個 安身立命的一個 一個模特兒 一個思維和看法 你會 你難 所以 為甚麼 宗教幫到我呢 佛教幫到我 因為佛教 我覺得佛教的世界觀 很如實 很真實 所以 我就 不夠他爭論 所以我就拜了他 所以就是 我是從佛教的世界觀 開始 令我去學佛 因為我覺得佛陀講 解釋的世界觀 人生觀 這個遊戲是怎樣的 還有怎樣來的 還有怎樣去運作 那個模特兒很令我 有啟發性 還有因為它很啟發性 很有余實之後 我就算我做不到放下也好 我知道我為何可以放下 還有怎樣應該去放下 還有我放下和不放下有甚麼分別 那這些理論上 我理解了之後 那我才去學一下我怎樣去做 就是你那個理論 根據搞清楚了 所以就是這個 世界觀 人生觀 意義感這些 好像很虛無的東西 其實是 你到人生到這麽上下 你是要有 那為什麼以前的古人 讀聖賢書 那些聖賢書 那些聖賢書 是很多那些人生觀 世界觀的東西 在這裏塞進他們的腦裏 但現在我們那些教育 不會很喜歡搞這些東西 很喜歡搞 怎樣去賺錢 怎樣賺錢 怎樣去增加 但是到底後面那個 做人 人生是怎樣運作 人是有什麼意義 還有要怎樣去才搞好心 這些東西 如果你是想你自己的人生 有把握有渣拿 你找到你的意義 和可以強大到你的心力 你強大到你的心力 你就要明白 第二 你就要有方法去 去令到你的心強大 那這些東西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還想說 剛才說 不知道問一個問題 貪心和尚準心 我想 補一補 我自己有個解釋 希望 不勞而獲就是貪心 但我努力去 付出 而我有果報 是因果 我們這些佛教徒 心是最貪 我們貪什麼 想成佛 成佛的事情很軟 很難的事情 你都去搞 你不是貪心 其實是有些的 但是 如果你將那件事去 我不是現在要成佛 但是我慢慢來 我慢慢來 我慢慢慢慢 煲一下 煲一下 我每天都可以 那我從這個 因果 安部 就班去做 我覺得就不是貪 第一 就是 不勞而獲 就是貪 以及非分之上 就是本來不是你的 但是你要立起來 是吧 好像剛才 Andre說 不是 George說 你的優惠也沒有那麼多 你要多些便是非分之上 是吧 你又不做 又想有良出 又不想努力 又不去搞人際關係 又想發達 那你這不是淡 但是你如果努力了 勤力了 你想賺到錢 是應該的 所以我覺得是 我們叫恩過報應 所以 不勞而樂 就是 不非分之上 就是淡 有願望 有理想 有常進心 而你在拼命去付出 去堅持 而有成功 恩過報應 這個是我自己的小小分享 還有年輕人 你們 我覺得 你已經有了人生 是不是 人生 就好像你買了一個新的 很漂亮的電腦回來 你放在家裡 等它發霧 有沒有用 沒有用的 那你有了一個人生 那你可不可以搞好它呢 做得比較精彩 兩位 我不管他勤不勤力 但是我相信 他們兩位人生是精彩的 爽不爽 有些事情 你要人生的精彩 你一定要投入 一定要付出 一定要咬成牙筋 所以我覺得 你們既然是年輕 既然是年輕 那 不要浪費它了 是吧 我覺得哪裏發展 是無所謂的 大家都不知道將來是怎樣的 我記得 那時候 你買一層樓這麼便宜 那時候是沙士 那沙士 每個人都走 你便買 每個人都移民 你便留下 搞好它 你不知道是移民好 和不自民好的 他剛才說 上上下下是你不知道的 所以 其實你就要看下 你自己的恩怨 你自己的理想 我覺得是咬著牙筋 堅持下去 就應該有好日子 還有 你不付出去 不辛苦一下 你浪費了自己 還有 你到你死的時候 你想怎樣 啊 我打了很多機 看了很多電視 還有什麼做 我忘記了 所以你 辛苦過 好像原裝法師 取西經 很辛苦 解了一段時間 失戀戀 痛 都好過沒有 所以人生是 一定要投入 去付出 去經歷 你才不枉人生 這是我自己的小小的分享 我是老過的 或者 或者我跟兩位港者都經歷過 留班 一次差點留班 一次就真的留班 但不是留班的時候 可能我沒有更大的經歷 我要讀一個中大宗教系 因為可能之前你不是留班的時候 媽媽一定逼你去做中文 或者是英文 是諸如此類 但因為你留班的時候 媽媽記得你這麼辛苦 就行了 你喜歡讀什麼都行 所以可能失敗 或者你經歷過某些經歷的時候 是你生命上的養份 因為由淺入深 一個是生存上面的 依靠一個是生命上面的 依靠 其實可能你覺得我有沒有宗教信仰 我可以告訴你 佛教不是釋迦佛一個創世主 空師医 弘謙法師說的一句 是我到現在可以回答很多人的 就是你怎麼體驗到無常 如實世間觀察 有一次我在公開大學選書 說法師你告訴我靜兔 你告訴我靜兔 你告訴我靜兔 不如你發現沒有靜兔給我看 即是你發現 你覺得有靜兔與沒有靜兔 是你自己相不相信 好了 其實無常 因果 輪迴 有沒有佛教 這個世界都有這三樣東西出現 無常是不會變的 如果無常是不會變的 你為什麼要這麼努力讀書 為什麼要加薪 正正因為無常 好可以變好 所以你是不是相信 佛教無常都會出現的時候 這個就是佛陀發現了 世間的真相 真實面貌給你聽 所以其實 由淺入心 或者由心入淺的時候 就是從你的經歷 去找回你的心性 還是我們好像 阿房校中居士那樣 很小的佛教徒 我們都是很小的佛教徒 你說為什麼我們會相信佛 如果沒有過去的因的話 我說我解釋不到 告訴你為什麼我很小時候 我就很喜歡佛像 為什麼我很小時候 就會自己去重心 為什麼我解釋不到 但是我家裏不是佛教家庭 沒有人帶領我 但是我自己會離開 好了 正正那些覺得 一個生命上面的依靠 是對你的時候 慢慢帶回去淺方面 就是你現實生活上面的淺度 好了 兩位講者 三位講者的時候 他們經歷過生命 是經歷經驗的時候 為什麼會從而一個反思 去找回生命上面的依靠 所以 錢和心是你怎樣用 錢好像大家覺得 像錢在於憤土 但是你看到哪間佛寺是不需要用錢 燈油火納要用錢 我們印經需要用錢 但是你懂得用錢的時候 這個是你解脫之道 你不懂得用錢去貪的時候 這個是輪迴之道 你用心的時候 你懂得用你的心的時候 即使你是金融界的時候 你用一個出生的心 去可能去治理你的心 希望我賺多些錢 能夠做多些學生 去幫助不同的學生的時候 這個用錢的時候 是一個解脫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斷去貪 不擇手段 完全不依存這個世間 所謂因果發生去做的時候 你不用落落到輪迴 你當下的內心裏面 會不斷的爭執 你內心裏面 不斷的輪迴 所以其實 在今天 陳廷豪經會今天 其實做這個講話 為什麼我都會來聽 就是 其實我 我真的想看看 大家怎樣去把錢和生 這些理念的事情去處理 因為其實是 我們每一個人 不會不面對錢 不會不面對生活 但是一定會面對生存 你懂得用它的時候 你的生命是很精彩 你不懂得用它的時候 你的生命是會很糟糕 所以其實 一切是為你內心所做的時候 都不只是佛教所講 這個是現實生活就是如此 亦都是如實世間觀察 所以為什麼 佛徒在金剛經裏面 可以講得這麼 所謂這麼把炮 我是真語者 實語者 如語者 不義語者 因為我經歷過 我體驗過 全部講話是真實 你自己去看 你就會知道我講的話 不是假 不是因為我是某一個宗教主作 我講的你就要相信 全部是如實地經歷過 所以其實有經歷的 是好事 所以不需要 不需要怕失敗 或者是不需要怕去輸 當你輸的時候 你才會動得去反省 當一個長期處於高位的時候 開始貪真千萬而為谷思而道 開始來了 其實我們是用福報 滾福報 就是福報滾業力 看看你怎樣用你今天 你生命這一張credit card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 當他處於高位的時候 開始 撥控一切 開始不習手段 這個是用福報 去滾你的輪迴和業力 但是我們能夠 今天 有一個生命上面的依靠 懂得 無論是宗教上面 或者智慧上面 用你的福 現有裡面所擁有的東西 能夠去做福人群的時候 這個是你生命上面 一個用福這張credit card 一定會贏 是福報滾你們的福報 所以大家能夠今天是 所謂諸上善人區回一處 無論是淺好心好 兩樣東西 沒有衝突 一定是相負相成 所以也是很多謝 我好像做總結一樣明白嗎 很多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兩個 一個是 真是一個大師級 我這個老局的小朋友 都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經歷 多謝各位 多謝 多謝兩位法師 多謝三位的嘉賓 短短一個晚上 我覺得我聽到很多很多的大智慧 我相信在座也跟我一樣 是獲益良多 不如我們再給一次熱烈的掌聲 多謝三位嘉賓 多謝兩位的法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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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